牺牲这个技能的增幅是极其强大的 同样副作用也一样强大 但在这个时候龙好尘没有别的选择 他只能是赌一把 他要面对的不只是黄金琴魔的致命一击 还有赤血狂魔的疯狂反击 如果不能解决掉这个七阶的强敌 那么几方还有谁能够抵挡得住他的攻击呢 难道说让彩儿去抵挡吗 那不可能 龙好尘不论何时都不会忘记 自己对彩儿的承诺 他要守护他一生 又怎么可以让自己的挚爱 去面对如此危险的局面呢 因此便有了牺牲 而最后的这一剑 则更是用出了孤主一致 光羽腐中的第一击破掉了黄金琴魔的攻击 凭借着灵魂锁链的生命共享 伙伴们为龙好尘分担了伤害 修为提升到三千灵力以上的龙好尘 已经不是当初的修为了 在身体被巨大到恐怖的撞击力撞击的倒飞而出的同时 他手中的蓝宇光之芙蓉第二次绽放出强大的爆发力 孤主一致加光羽芙蓉刺 狠狠地刺入了再次扑上来的赤血狂魔体内 而龙好尘也因此受到了他的拼命一击 一根尖刺就从他右肩刺入狠狠地贯穿他的身体 降级二十一号灵魔团的其他六人再一次的闷横一声 为龙好尘分摊了伤害 但是那贯穿与流血的痛苦是无法分担的 龙好尘并没有停顿 蓝宇光之芙蓉疯狂地搅动中 整个人再一次站稳身形 双手中剑做出了一个横扫的动作 他在压榨牺牲状态下最后的灵力 能够清楚地看到恐怖到极致的赤金色火焰 骤然绽放 两道巨大的光斩剑横扫而出 至少超过三十只狂魔 琴魔在这一击下化为飞灰 瞬间湮灭 龙好尘身体一会 在发出这一击的一瞬间 他的目光已经是转向了马车的车顶 他竭尽全力 用自己全部的实力爆发 干掉了赤血狂魔 也为伙伴们和月夜争取到了时间 月夜能否完成那个魔法 就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一道黑色身影 悄然跃上了马车的车顶 一点暗金色光彩 就在这世穴的黑夜中 升空而起 浓烈的杀鸡 宛如滔天巨浪般冲天而上 以至于下铺的黄金琴魔身体 都为之一致 那是彩儿 龙好尘所有的付出 彩儿都看得十分清楚 他自然明白 龙好尘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龙好尘被黄金闪电长枪 轰翻的那一刻 他和黄金琴魔之间的距离 便超过了五十米 圣隐灵路中段 没有理会地面的情况 失去了武器的黄金琴魔 毫不犹豫地从天而降 铺向了车顶的月夜 彩儿便在这关键时刻 登上车顶 霸王刺 这是彩儿给黄金琴魔的回应 在这一瞬间 彩儿的整个身上 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光彩 体内的杀气 更是无与伦比地迸发出来 宛如实质的杀气 第一时间轰击在黄金琴魔的身上 令他下不知是大V减缓 下一刻 彩儿便与他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如果此时 有人眼力足够 那么就能清楚地看到 无比华丽的刺客战斗技巧 身为刺客 彩儿没有像龙浩宇那样 神域阁挡的强大防御力 它有的是那无与伦比的技巧 和恐怖的攻击力 身体高高跃起 在空中霸王刺 与黄金琴魔右手利兆 触及在一起 彩儿的身体 却在瞬间变得虚幻了起来 他没有应当黄金琴魔前面 霸王刺的爆发力 就在双方接触的一瞬间 居然就那么消失了 而下一瞬 黄金琴魔撕碎的 也只是彩儿的幻影 影分身 出现在黄金琴魔背后的彩儿 胸口处爆发出了千百道白光 狠狠地 积在了黄金琴魔的背上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 却突然在空中停滞了 能够清楚地看到 在他背后 无数灰色光芒呈现出 螺旋状 瞬间朝着一点凝聚 而这一点 便是他右手中的 黄金色匕首 很明显 这是一个类似于 骑士叙事般的技能 能够在空中涌出 并且 在自己没有飞行能力的情况下 令自己的身体滞留在空中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技巧了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 就算彩儿使用了影分身 再加上千机零炉 那面对着黄金琴魔 这样七阶巅峰的强者 也根本不可能伤到对手 但是 现在的局面 却不允许黄金琴魔 去和彩儿纠缠 她的感知十分敏锐 她清楚地感觉到 月夜的魔法 随时都有完成的可能 哪怕是受伤 也一定要先阻止月夜 因此 她明知道彩儿到了她后辈 却没有搭力 而是硬生生地用自己背部 承受了千机零炉的攻击力 不得不说的是 黄金琴魔的肉体实在是太强了 哪怕是一般的八级魔兽 都无法与之相比 千机零炉那么锋锐的攻击力 在她的背上 也只是带起了一道道蓝色的血光 却无法真正对她造成致命的伤害 彩儿月起的高度足有七米 而此时她和黄金琴魔交换了位置后 黄金琴魔距离下面的月夜 便只有五米了 几乎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就能命中月夜 黄金琴魔的利兆 已经探了出去 眼看着她的攻击 就要命中在月夜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 那道曾经阻止 她的白光再次出现了 圣隐灵卢 什么是默契 真正的默契 往往要在生死之间才能产生 眼前不正是如此吗 使用了牺牲技能 并且和昊月融合的龙好尘 此时灵力 已经在接连几次重击之下 近乎消耗殆尽 但是看着彩儿的行动 她终究还是借助自己最后的力量 给予了这份帮助 也是无比重要的帮助 圣隐灵卢的吸引 与牵引同时奏效 影声声地将下扑的黄金琴魔 拉拽地偏了一分 她的利兆几乎是贴着月夜的头部掠过 金色闪电甚至令月夜 那一根长发出现了些许的卷曲 无数灰色光芒汇聚的暗金色匕首 带着一网无前的杀机 悍然而落 狠狠地刺入了黄金琴魔的背心之中 以黄金琴魔那样强悍的防御力 这一击竟然是直指摸饼 黄金琴魔觉得背后一凉 紧接着全身不禁打了一个 击零零的寒沉 将杀器凝聚于武器之上 形成食指攻击 哪怕是九节刺客也无法做到 才而凭借的 那是轮回灵卢带来的辅助能力 轮回灵卢被誉为人类所发现 一只灵卢中最为强大的存在 其作用自然是无比的巨大 不止是发动轮回之箭那么简单 完全练成了轮回灵卢的彩儿 在攻击力方面 依然是整个团队中无人能比的 一团血红色光芒 就在这一时 从鞋刺里狠狠地撞了上来 积在了黄金琴魔的刺意 硬生生地将这七节巅峰的强者 撞飞出去 彩儿的匕首也是随之脱离 一翻身落在车顶之上 紫月应照 无形中为彩儿增添了几分 诡秘与强势 而她的目光却只是看向车下一人 龙好辰的眼底流露出了欣慰之色 蓝宇光之芙蓉 在发动完最后一击的时候 已被她收入体内 她左手勉强抬起 向着彩儿竖起了大拇指 就在她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 龙好辰的身体缓缓向下软倒 紫色光影闪烁 浩月分离出来 承载住了龙好辰的身体 光元素精灵 雅婷 都是直接没入到龙好辰的胸口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一次 龙好辰并没有昏迷过去 柔和的白色光芒 第一时间绽放看来 化为了洁白的光珠 疯狂地向龙好辰和浩月体内奔涌而去 出手治疗的不是韩语 而是世纪四号猎魔团 露西 从战斗开始到现在 露西始终没有真正地加入战斗中 但她对于场中的局势 看得却是最清楚 对于龙好辰和彩儿那一连串的表现 她已经是有些麻木了 她所展现的治疗技能 却是她现在所能做到的最强技能了 白色光珠顶端 渐渐泛起了 悦耳动听的叮咚之声 一只洁白的两亿天使 徐徐从光影中浮现出来 双翼张开 徐徐地落在龙好辰的身体上方 一圈圈柔和的白色光芸 飞快地融入到龙好辰体内 韩语的治疗在这一刻也到了 不过她用出的是群体治疗技能 但金色光芒 化成一片片金色光雨 降落在两个猎魔团 每一个人的身上 韩语的控制十分精准 所有人都在这份治疗下 感觉到体内暖融融地 说不出的舒服 韩语所用的技能 正是刚刚学会不久的 天使的眼泪 而陆希所用的 却是五节目视强大的治疗技能 天使之心 龙好辰肩头上的伤口 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身体的透支 也得到了极好的补充 在两大技能的共同作用下 使用过牺牲技能的龙好辰 觉着舒服了许多 总算是没有昏迷过去 她快速地取出了一枚 能够恢复五百灵力的丹药吞服下去 虽然她知道 自己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 但至少要保持清醒 以便于继续治疗整个团队 黄金勤魔 中了财那一件 却并没有致命 可是 当她被棱小撞飞的时候 已经没有阻止月夜的机会了 这令所有人等待 许久的恐怖禁咒 终于是降临了 卷轴飘荡起来 连接着月夜 与空中紫色月亮的光芒 突然间变得暗淡下来 紧接着点点紫色星光 就那么荡漾开来 空中的月 以几何倍数的速度骤然增大着 一股无以伦比的荒芜为压 骤然爆发 那巨大的紫色月光 成了一根巨柱的横截面 紫光落下巨柱降临 在那巨柱之上 有无数月光 每一个月亮花纹都是不同的 有满月 有上弦月 有下弦月 但却无不荡漾着 月色朦胧的光滑 当这滔天巨柱落下的一瞬间 空间仿佛全部凝固了一般 正下方的马车 以及马车为中心直径百米范围内 全部被这巨大的光柱笼罩在内 一团团月光 首先在这直径百米内 荡漾开来 无论是禽魔 狂魔 还是那只 先前无比强横的黄金禽魔 在这一道道不同的月光荡漾中 瞬间凝固 凝固成一尊尊雕像 助力于原地 连动作都没有分好的变化 例外的 就只有龙好山他们 这两个猎魔团 以及残余不多的 十几名伤对魔法师 当然 还有棱小 月夜的身体消失了 在卷轴飞荡起 化为紫光时 他就消失了 之前还前赴后继 向马车 冲过来的魔族大军 也在这一刻 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般 哪怕是性格最为火爆 疯狂的狂魔 在这时 眼底都充满了恐惧 虚空中 一道百米高大的巨大身影 渐渐地浮现出来 在这时候 不止是魔族大军感到恐惧 龙好山他们 也同样如此 这是什么 这巨大的光珠 是什么 身在其中 虽然没有受到伤害 但他们都认出来了 这 分明是魔神柱 哪怕是魔神柱的投影 那份魔神柱所属的气息 也同样是真实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